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们最关心的床垫 他也交代了一下后续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床垫给亚烧了 都过去了 他重申 咱们不再互相伤害了 你是我孩子的妈妈 我感谢你 我什么都不说了 把孩子照顾好 但令人费解的是 才发出没几分钟 汪小飞就把这两条内容删除了 咱也说不好 现在这停火协议到底还算不算数 王小飞之所以突然又提到床垫 是因为大S真的还床垫了 昨天大S叫了搬家公司 把前夫心心念念的200万床垫送到了S Hotel的门口 酒店员工们吓了一跳 火速拍照向老板汇报 随后又将床垫搬到了停车场 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白色的床垫上有一大摊黄色的不明污渍 这不正说明了 床垫是真的没换 而且已经被睡脏了 剧剧夜应该是真的在这张床垫上睡过吧 难怪王小飞要叫人连夜烧药 只不过现在网友们最关心的已经不是床垫了 而是电费不合理和用药过量的问题 之前张兰在直播间公开给S妈发的语音 其中就爆出大小S疑似干违法的事 王小飞顾念大S是孩子的母亲 不想要孩子成为没妈的人 谁知大S主动状告才让张兰决心公开 还称是S妈害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原本之前大家不相信 可随着网友们把所有的线索都串联起来 发现事情似乎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王小飞在几个月之前曾经秒删过博文 在最后就强调大S长期通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 而之后又爆出小S大量服用斯诺斯 并且不只是提了一次 而王小飞这么刻意的强调 恐怕是不敢直接点名什么 只能用斯诺斯来取代 这里的关键在于 这些药小剂量没有问题 但如果剂量过大造成滥用并产生了依赖 那么性质就变了 有网友爆料之前大S一家人聚会 王小飞直接在包厢内爆粗口 质问大S他们给你喝什么了 给你喝什么了 屋内还有摔东西的声音 而率先走出的小S似乎情绪低落 眼睛红红的 只不过之后大家面对媒体都三肩其口 但到底他们想要隐瞒的是什么不得而知 居俊叶曾经也被曝光过违法的事 但他却多次向官方提出抗议 此事才不来了之 但从之前王小飞晒出的账单当中 从他和大S结婚之后 电费才猛场 当时大家调侃 可能别人一家人在挖矿 毕竟在台网友换算以后 发现他们两个月用了三万多多电 大伙好奇 为什么大S家的电费这么贵 一期就高达九万四千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两万两千元 首先必须承认 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台湾的电费是两个月交一次 二大S家的面积有742平米 三七八月份是夏季 开空调比较耗电 四台湾的电费是阶梯式的 度数越高单价越高 120度以下只要四毛钱 超过一千度 一度电要一块六人民币 但是平均下来 每个月也要交 四万七千新台币的电费 贵到连台湾网友 都觉得离谱的程度 因为一般台湾家庭 每个月的电费 也就两千台币左右 大S家的电费 是普通人家的二十三倍 于是大家纷纷开始怀疑 这其中是不是有些 不为人知的隐秘操作 毕竟有不少种植作物的案子 就是因为诡异的电费 被查出来的 网友科普 在一些地区 有人会种植某些植物 来干违法的事 而种植所使用的室内植物 生长灯的缺点 就是会产生大量热量 耗电量非常大 综合以上 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 不合理之处 王小飞为什么这么迫切 想要把孩子带回北京 为什么这么强调电费 他两百万的闯电 说买就买 还能为电费崩溃吗 他想要通过电费 说明的是什么 为什么自从居君业 和大S在一起之后 电费成倍的猛涨 两个小孩都还在上学 如果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那么后果难以想象 恐怕这一点 还需要大S来回应 不仅如此 王小飞和张岚都表露出 不相信大S能独立抚养两小孩 经济倒是其次 王小飞曾发布称 大S平常也门都不出 张岚也说 大S连自己孩子上几年级 什么时候开学都不知道 小孩子之前所说的 大S一整天下不了床 需要聚军夜报 大家只是吃吃狗粮 那么现在想来 都有一点奇怪了 有很多网友也猜测 第一 大S之前 为什么不愿意去北京 是不是离不开什么 第二 和王小飞在内地 录制综艺的时候 为什么萎靡不振的状态 特别明显 以前可以把这种状态 说成是癫痫 现在到底是什么 还有张岚的爆料 说大S产后用止痛药 三天的量 她三分钟就给自己 全按进去了 结果大S很快就陷入了昏迷 被送进ICU抢救 所以大S并不是因为 生孩子差点丢了命 而是因为她给自己 打了过量的止痛药 而这件事 大S自己在节目中也承认过 说打完那个针 太飘飘然了 好嗨哦 所以忍不住一直按 当时 王小飞还帮大S解释 说她是止痛药物过敏 才出现了昏迷 和瞬间缺氧的症状 经过两次急救 和一晚的ICU观察 才脱离险境 现在再把这一切 结合起来看 网友们都觉得细思极恐 就连不少台湾的网友 都站在了汪小飞这边 所以吃瓜吃到现在 或许已经不是哪一方 叫停就可以收场的了 搞不好 有人都可能被送进去的节奏 原本之前的东西 或许是小打小闹 但现在问题很严重 小S上线微博 却不敢回应 半夜看了看新闻 就是沉默到底 如今舆论的风向标 已经十分明朗化了 大家在嘲笑汪小飞的同时 也是十分理解同情她 至于大S和居君业 台湾媒体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爆出很多大瓜 节目中 自社媒体人直言 两人结婚并不是闪婚 而是有迹可寻 大S在没离婚之前 就和居君业联系上了 从张岚爆出的 失踪罪中 我们不难发现 大S曾说 自己离婚之后 不会再婚 但如今她失言了 而且被吐槽 是拿着前夫的钱 去养现任丈夫 这种做法也太小人了 简直不把孩子的 亲生父亲放在眼里 这不是恶心人吗 虽然现在 汪小飞宣布休战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两家已经成了仇人 问题并没有解决 而且还起了连锁反应 这个反应映射到 无辜的小S身上 这大概是他自己 没想到的 小S的女儿 许希文和徐绍恩 遭到了网友的狂轰乱炸 网友毫不留情 你妈整天在别人的婚姻中 上蹿下跳 你知道吗 还有更劲爆的 你妈吸毒 你爸嫖娼 你的新姻父 住在你前姻父 购买的房子里 还有你外婆 是个臭逼 你们家的故事真乱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是小S打死也不会想到的 他估计又要被家暴了 毕竟 薛亚军早就不拿他当一回事了 真心希望小S的孩子 能挺过这一关 毕竟你家的故事 很臭很长 当然了 也希望网友能嘴下留情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如今 即便王小菲 不想再闹下去 但总是有人煽风点火 想要消停 怕是没那么简单了 面对不利的条件和局面 一向话少的大S 突然站出来澄清 他要表达的有三点 戴斯在朝文中 透露自己妹妹心脏都不好 加上小S工作繁忙 又与家人住在一起 根本没有吸毒的条件 并直言自己十分守法 紧接着 戴斯又解释抚养费的事情 表示汪小菲每个月 都要按时支付开支费用 并且每月还会给自己 100万台币的心灵补偿费 但在前段时间 汪小菲将戴斯拉黑 以至于两人无法联系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选择这种方式 向汪小菲要钱 其次 戴斯表示 两人在离婚时 将孩子的抚养权给了男方 但汪小菲却直言 自己还需要三年的时间处理事情 因此 孩子交给戴斯一家人来照顾 但戴斯表示 自己并没有不让汪小菲来看孩子 还直言 考虑到男方有幽臂恐惧症 害怕身体状况出问题 才拒绝王小菲来台北 常文的最后 戴斯表示 与王小菲离婚 是自己没有经营好 但直言在婚姻的过程中 没有力气出轨 并霸气称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但不少网友看见戴斯的发文后 纷纷吐槽 她太有心机 将责任都推在了 王小菲的身上 更有甚者 整理出戴斯言语中的重点 表示王小菲患有幽臂恐惧症 还飞了700次台北看孩子 没有出轨 却在离婚三个月后 与居俊叶闪婚 从大家的评论中 能够看得出来 网友们对戴斯现彩 毫无好感 可以说 她的一番操作 将自己之前积累的路人员 全都败光了 令人意外的是 在王小菲与戴斯的 这一场战争中 张兰却成了最后赢家 不少人在戏巴了张兰的生平后 直言被震撼到 表示两家人只有张兰 在认真搞事业 希望汪小菲能够向妈妈学习 其实这原本是两家人的事情 私下解决大家都能体面 如今闹成这副局面 希望他们都能够冷静下来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战争